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到10月份最令香港马迷振奋的时刻肯定是浪漫勇士 在刚刚过去的礼拜六10月28号出战澳洲满利谷马场举行的2040米G1角士盾 这场马阵是刺激到极点 麦道朗早段将浪漫勇士留守在中前位置 转直路弯前已经急不及待发力 那时麦道朗私进浑身解数 同一时间为己力骑落官派 在内南找到位冲上来 终点前一外一内冲线 最终要影响分胜负 浪漫勇士以0.1个马位打低落官派 成为首只赢国士盾的香港马 自从2005年 好望角赢G1澳洲金标相隔18年之后 第二只香港马扬威澳洲 浪漫勇士这场售奖金1510万 现时总奖金升到9900万 暂时排香港马匹奖金榜第三位 头两位同样是马王级的金枪60 1.47亿 以及美丽传承的1.06亿 看看浪漫勇士之后 可不可以冲过这两只马王 沈习成知道影响赢了之后 兴奋到立即抱着几位马房手足 至于麦道朗在马背接受访问时 极动到有几秒dead air 而马主流帕威也很进取 浪漫勇士未来会先供12月香港杯 接着或者会再有远征计划 杜拜和日本都是target 到时香港马迷又可以越洋帮浪漫勇士打气 判断10月份可以说坐过山车 10月22号骑金钻贵人在直路冲刺最紧要关头 突然带动作回头望 结果影响输给好眼光 失落这场G2精英玩 赛后潘顿解释 听到维港智能骑士田泰安呼喊 所以在50米处时停止吹拆兼修正 之后重新开始 吹拆时候金钻贵人又持续耐闲 田泰安时候说不是他喊 最终帮得离出来应投 无论怎样都好 潘顿身为冠军骑士 这样的判断力马迷怎会收货 同日潘顿抢了何宅瑶跑开的金钻武士骑 临场2.1倍热爆肌 这只马以往都是靠后想食糊 今次潘顿一早摆前已经有疑点 潘顿直路吹策力度 比起同场2、3名步民骑宜春火力 和巴道骑潮州精神明显不同 最终金钻武士跑紧颈四 小组赛后不闻不闻 最可怜是买了他的马迷 WinPay全部输清光 潘顿除了这两只马发挥差之外 还经历三连败低沉期 10月18日,22日和25日 三次赛时跑26场 全部赢不到 直至10月29日谷草日马 潘顿先后凭刀铃复星 对行之星 好有心得和四季醒食大四喜 兼赢了茄丝王 10月这个ending来过反高潮 这个剧本有谁写得出呢? 这个10月又怎只潘顿两只马跑法外眼? 艾道娜与田泰安各有一只马要问话 艾道娜10月15日骑烈火骤马 几乎整条直路失尺 小组说艾道娜这个行为不影响最终名轍 但告诫他必须确保展现更好的判断力 并且要更快作出反应 确保空位一出现时 就要被坐骑推进 至于田泰安10月22日骑安泰 直路轻描档舍跑第六 田泰安同小组解释 他获指示自外档出闸后 组断要以留后方式拆骑 蔡若翰确认这个指示 但鉴于蔡是组断中等部粗 认为田泰安应该早点将此区移出外跌 田泰安亦认同他这个看法 既然这场跑错 不知蔡若翰下场会不会换人试下呢? 何宅耀10月4日骑起自保 不单止同行运旅程平头 被人分了半场头马 他还因为终点前早收了一步 被小组判罚停赛10天 后来何宅耀上诉 小组改判他停赛8天 再加12万罚款 斩下眼何宅耀就来认满复出 又可以同搬顿 部门两大澳洲高手链过 打扫 感谢观看